對面是牧師或是盜賊 我們這一部本質上基本上是個快攻 本質上基本上 基本上本質上 蠻有可能其實是個快攻 因為我們其實帶了 不過其實也沒有帶非常多儀飛啊 所以比較上節奏嗎 我在想我可能要節奏這張啊 這限硬幣其實有點難用啊 這也不會啊 硬幣大劍斯奧卡尼其實挺強的 發光 所以它真的是 牧師 35血牧師感覺不好惹 節奏 所以沒有法力可求的話只會少做兩點的傷害 不過它提早進入場面 戰場其實也會做兩點的傷害 不如就把這兩顆水晶拿來叫它 雖然另一個選擇是叫斯斯克衝鋒 會疊的屍體可是我們這一副其實沒有用什麼屍體 我們直接把這個打出來抗法術其實當然是最強 抗手下或是抗法術 感覺是法術啦 等一下打靈東使者加英雄能力或是加寒雙打擊 一雙打擊 喔這也很好 他完全沒有用 剛剛四顆水晶來測這個法反 其實還蠻糟糕的 OK 來 成績喔 楊真直接下快速治療 一般帶這麼多治療 蠻常會想要跟那個 治療漢爾搭的 抽牌抽牌 靈東號角好拍 跟賽瑞拉達 像這納魯就蠻適合跟賽瑞拉達 黑女僕 蛤 他是 無限COMBO那一套嗎 可是那套 理論上會帶 暗影 暗影法術吧 情況好燙喔 他其實不想要讓我 開這兩手之聲的感覺 我們抽兩張 冰川土鏡超牌 冰川土鏡超牌 我們其實抽超級快 我其實完全會爆牌齁 如果他把這兩張都解掉的話 我會爆一張 冰霜打擊 木之呼喚 木之呼喚 所以他現在是6顆水晶嗎 木之呼喚 7顆水晶 冰兩張 啊 超防守的 我現在可以衝出去了嗎 我現在可以衝出去了嗎 學校老師 妙科 冷酷寒冬 我的格子不大夠 而且我們其實有點怕沉默 其實比較想要刀子的感覺 這可以撒屍體都不花吧 可以 所以這邊 打 生鐵血距其實有一些風險 他可以比如說把這個 罩一大堆然後 讓我版面卡住 他回 8滴可能不大夠 可以沉默喔 手紅寒冰 打手下 打手下 解凍 抽點牌 死亡寒冰2號 還活著嗎 沒有 非常高的爆發 T8斬 其實算慢 有點算慢的感覺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 傷害其實偏高 搞不好之前就有戰了 媽 呵呵 兩個靈動號角有點噁心 對面是牧師或是盜賊 我們這部本質上基本上是個快攻 本質上基本上 基本上本質上 呵呵呵 蠻有可能 其實是個快攻 呵呵呵 因為我們其實帶了 我其實沒有帶非常多儀飛啊 所以比較像節奏嗎 我在想我可能要節奏這張 這限硬幣其實有點難用啊 這也不會啊 硬幣大劍 Socca你其實挺強的 發光 所以它真的是 這是 牧師 35血牧師感覺不好惹 節奏 所以沒有法力可求的話 只會少做兩點傷害 不過它提早進入場面 戰場其實也會做兩點傷害 不如就把這兩顆水晶拿來叫它 雖然另一個選擇是 叫Socca衝鋒 會疊的屍體 可是我們這部其實沒有用什麼屍體 我們直接把這個打出來抗法術 其實當然是最強 抗手下或是抗法術 感覺是法術啦 等一下打靈東使者加英雄能力 或是加寒雙打擊 一雙打擊 喔這也很好 它完全沒有用 剛剛四顆水晶來測這個法反 其實還蠻糟糕的 OK 層級喔 楊真直接下快速治療 一般帶這麼多治療喔 蠻常會想要跟那個 治療憨兒搭的 抽牌抽牌 靈東號角好拍 跟賽瑞拉達 像是納魯就蠻適合跟賽瑞拉達 給女僕 牠是 牠是 無限COMBO那一套嗎 可是那一套 理論上會帶 暗影法術吧 情況好燙喔 牠其實不想要讓我 開這兩手之聲的感覺 我們抽兩張 冰川途徑超拍 我們其實抽超級快 我其實完全會爆牌齁 如果他把這兩張都解掉的話 我會爆一張 冰霜打擊 木質呼喚 所以他現在是6顆水晶嗎 木質呼喚7顆水晶 冰兩張 啊 超防守的 我現在可以 衝出去了嗎 學校老師 我現在可以 妙科 冷酷好一動 我的格子不大夠 而且我們其實有點怕沉默 其實比較想要刀子的感覺 這可以啥屍體都不花吧 可以 所以這邊打 深鐵血距其實有一些風險 他可以比如說把這個 罩一大堆然後 讓我版面卡住 OK OK 他回8滴可能不太夠 OK 沉默喔 雙汗冰 一陣打醜下 解凍 抽點牌 死亡寒冰2號 還活著嗎 沒有 GG 哈哈哈哈 非常高的爆發 T8斬 其實算慢 有點算慢的感覺 因為你可以看到我們的 傷害其實偏高 搞不好之前就有戰了 媽 呵呵呵 兩個靈動號角有點噁心 呵